這次最大的問題就是整個改版把角色改弱了 然後弱化的部分就是魔法使跟野蠻人 這兩個角色我相信應該魔法使有不少人玩才對 所以被改弱我相信心裡面那種感覺是非常非常的不舒服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要來跟大家聊一下 關於艾奈破壞神4條弱的這一個問題啦 其實也不是只有艾奈破壞神有做過這樣子的事情 有蠻多遊戲都有做過類似的事 會有點反映到社會現象 就是在於我們看到人一個有錢人或一群有錢人 跟一群比較平凡的人呢他們的差別啊 我們大概會關注在就是有錢人為什麼會有那麼多資源 是不是就是他們佔著資源不放呢 所以這一群普通的人才會沒辦法享受到類似同等的資源 可能就會想著如何去打壓這些有錢人有權的人 但是我們反過來想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這一群比較平凡的人呢 他也往上爬了 是不是大家就有機會去享受到同等的待遇 難度當然是有 不過這個就是大家要挑戰的地方 這個社會現象呢其實也反映在遊戲上面 因為每次啊只要出現了一些遊戲喔 他有某些角色太過OP太強的狀態 我們的遊戲公司特別就是會喜歡 把他稍微的降低一點能力 為什麼會這樣子做呢 因為我只要把他的能力降低之後啊 其他的東西不變 也就代表說難度還是變高 這樣子的設計呢 就會讓玩家有更多的時間喔 想要耗在裡面去跟你拼搏更高等級 去把自己的角色提升到更強的狀態 總覺得會有那麼一點不足 好像要再多練一點喔 我才有辦法對這些怪物呢刷得更輕鬆 啊這個是一種我不知道可能人性嗎 就是會想要把比較強的東西打壓掉 這樣子就顯得說大家都差不多了 以前在蹭東西的時候啊 會有一個講法就是 你把東西放上去之後 假設我說老闆我要半斤綠豆 通常你有經驗的人啊 是不會直接放半斤 甚至半斤更多的綠豆進去 他會以一個接近半斤的狀態 先把它裝進去 做第一次的開始蹭重 蹭重的過程呢 他就會不斷的在抓這個綠豆再放 不斷的在搖這個綠豆再放 你一直在看那個再放的過程啊 其實心裡面是會非常的舒服的 就算他今天只有放到半斤多一點點而已 你還是會比那一個 他一開始可能是咬了半斤多 不斷的拿出來 不斷的拿出來 他最後賣你的一樣是半斤多 再多一點 可是你還是會覺得 他好像沒有那麼的好 這個就是一個所謂的觀感問題 還有一個例子就是 學生時代當中啊 可能你班上會有這樣子的同學 他常會跟你講喔 啊明年大考喔 不用啦不要看書啦 我都沒有在看的 我都沒有在準備的 我就平常這樣子 平常心面對 我也不會緊張 不會想說要特別準備的更好 反正到時候我一定考很爛啊 你就 啊 跟我們一起出來玩 打電動 然後唱歌 繼續爽下去 明天考試就是 我會跟你用一樣的心情去應付 這個人呢 他可能平常在學校成績 就是大概第10名左右 可能也沒有特別努力 就如同他所講的 但是呢 你可能在努力的過程當中啊 只要稍微努力多一點 你會變成第8名 第7名設置更上面 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覺得 欸這樣好像不對 所以呢 應該要跟你講一下 讓你呢 也跟他一樣 不要那麼努力 大家一起攔 你的名次呢 可能就是會在 12 13 15名以下 他還可以享受一下 超越你的感覺 而且是不費摧毀之力 另外再舉一個出色 會可能會比較有感的 可能啊 光是有時候會有一個小缺出現 不管是什麼組長啊 課長 副課長之類的 他可能就是一個小小的缺 可以讓你升上主管職 這個時候呢 你們的同儕當中啊 可能就是會有一群 他們都有機會可以坐上主管職 包含你自己 這群人當中啊可能就會出現 這種類似的人 他就會說 公司的那個主管職位喔 我根本就一點都也不在意 你知道嗎 多加個三千五千 我每天要做牛做馬 我要解決的問題有多少 你看看那個誰誰誰就好 他們在做那個主管的位置 每天就是賣乾賣肺賣血賣汗的 而且啊你看喔 他又要早下班又要晚下班 哇 這件事情真的太划不來了 所以我根本就不想做 我跟你講啦 你也不要做啦 我們就這樣 到時候那個誰喜歡做就給他去做就好了 可是啊有時候出這種問題 或講這種話的人啊 他可能一不小心就變出怪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就跟我剛才在講的那個 社會現象有點像 當今天有人呢 他是一直不斷努力不斷努力 他是往上爬的 可能爬到一個比較OP的狀態 那我們的位置可能原本在這 是平等的 但是他爬上去的 這個時候呢 我不會想著說 我要怎麼樣 要爬上去爬上去 甚至超過他 我們會想的是 要如何把他拉下來 這時候呢 他可能就會跟我們平等 甚至比我們更低一階 所以我們就可以輕鬆贏過他 遊戲廠商呢 大概也是這樣想吧 我在猜而已 這只是我自己個人猜測 因為會改弱 會削弱角色 真的不是只有 暗黑不愛神士這樣搞 太多遊戲都是這樣搞的 他只要透過你的角色改弱之後 原本你的魔法石是這樣 史蒂法斯是這樣 我只要把魔法石往下修之後 誒 這群玩家呢 可能玩魔法石 就會跳過來玩史蒂法斯 而且因為史蒂法斯 本來就沒有那麼強啊 沒有那麼OP啊 所以我打怪變難打了 你的練功時間就會變長了 而且你會懷疑說 我是不是還沒有練到 該練的等級 沒有點對該點的流派 所以我才會對這群怪物 這麼束手無策 你就會投入更多的時間 去做這件事情 這一點啊 我覺得是 所謂的商業角度來考量 可能他們打的 如一算盤就是這個樣子 其實早期有一款網路遊戲 他也是這麼做 就是天堂 那個記憶真的是非常深刻 早期天堂啊 有一個職業叫做召喚師 也就是法師這個職業呢 他在學到召喚術之後 會變強的職業 而且是強到真的很離譜 早期的強呢還狹帶著Bug出現 因為他的最高等級啊 就是40級以上 都可以召喚出死人妖精 早期召喚出來的死人妖精呢 他打人還是會扣到相等的血量 也就是 我們的魔法師 只要手上不帶武器 不要把你一擊必殺 自己就不會變紅人 可以藉由身上的這一群 召喚出來的怪物呢 一擊把你幹掉 這個感覺真的是超強的 不管是打怪 打Boss 打人 基本上都非常好用 所以當時呢 召喚書一本啊 要價新台幣超過1萬塊 而且市場機制就是這樣 有人要價格才會不動往上提升 你能想像嗎 一個網路遊戲裡面 一本小小的召喚書 要價新台幣1萬塊 這角色後來就慢慢幫他做一個削弱 首先當然就是 太過OP 太過BUG的這個 重複召喚書 因為原本呢 他是以魅力值來做召喚出來的 死人妖精數量 我記得好像是除以4 也就是說你魅力最高點到18 那你除以4呢 就是可以召喚出4隻的死人妖精 那這死人妖精每一隻都有他們的威力在 早期的也都是比較強的狀況 當時的BUG呢 就是可以透過重複召喚 讓你的死人妖精可以變成畫面中 大概可能8到10幾隻不等 威力就是加倍變強 我覺得把BUG改掉 變回原本的除以4這個狀態是OK的 因為法師你在選的時候啊 你可能會走向 智力、精神、魅力這3塊 那你如果要魅力特高的 可能智力跟精神就會稍微低一點 你想要智力跟精神高一點的 你的魅力可能就會低一點 當然你在早期呢 可能就會知道說你的召喚師後來練出來 大概會是什麼樣的狀態 什麼樣的模樣 可是後來他為了要降低召喚師的力量 他又做了一件事 為了玩家嘛 他的等級越來越高 所以他把等級呢 劃分成更細 我記得沒有說好像每4等級 就會改變一個召喚物 而40級的這個死人妖精呢 他的數量就變少以外 而且也變弱 接著44等級還是48等級 招出來那個骷髏嗆兵 講真的 那個就真的很爛 而且如果是魅力12的法師 我記得沒有說也只能招兩隻 很快就爆掉了 你變成召喚流不像召喚流 沒有那種那麼OP 橫著走的感覺 當時這個削弱啦 我覺得讓很多召喚師 相信他們都轉職 跑去其他的職業去練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為什麼你一個召喚師這麼強 而去增加的不是說 我把騎士變強 把妖精變強 把王子公子都變強 新增更強的力圖 讓玩家可以去挑戰 不是這樣做 而是把他們的威力降低 這一點真的是 蠻匪夷所思的 這也跟現在我在玩死靈法師 有類似的感覺 你看公測封測的時候啊 我們在看他 就覺得 哇真的太強了 出正式版的時候 一定會被削弱 那你會這樣想很正常 因為就跟剛開始影片講的一樣 大家都會想著說 我要注意的就是那個 太OP的人物 太OP的角色 如何把他拉下來呢 我們就可以平等 而不是就是想著說 這個死靈法師 要如何跟其他的職業 做一個平衡的狀態 一個Balance 一個很美妙的Balance 在流派當中啊 為什麼他的骨毛就是這麼OP 而玩家要想的是 未來骨毛應該會被削弱吧 卻又不是想著說 欸這個召喚系的 你可不可以把召喚出來的東西 變強一點 然後平衡感呢 還是一樣有 可以跟骨毛一種不相上下 刷起遊戲來 可以擁有類似的爽度 只是因為你走不同的流派 所以你會有不太一樣的玩法 但每一種流派呢 都會有每一種流派 很適合切進去的角度 我自己認真認為啦 死靈法師 我自己還是會覺得 把他定位在一個召喚 而且這個骷髏啊 或者他召喚出來的 這些石像等等的 應該是要讓人家聞風上膽 召出去實在很有氣勢 而不是應該要那種 跑來跑去 就是整個沒有什麼威力的感覺 那有的人可能會覺得 哇太OP的話 以後大家都玩這個召喚流派就好了 不對 你應該是把他提升到 可能跟骨毛流這種 太瘋狂太OP的類似的感覺 其他角色也是同等的提升起來 他們有一定的爽度跟威力 你要玩野蠻人 大概就要知道說 我就是要晉升進去 衝到敵陣裡面 瘋狂亂砍 你的防禦 你的耐久度 應該也要夠 才有辦法玩出這麼爽的感覺 這種調整的就有科技的進步哦 基本上你到了現在這個年代 不會有人想要再回去實際時代 甚至啊 你現在有手機 有智慧型手機可以使用 有人會想要再回過頭 去用BBCode的年代 這種產品 這種產物嗎 大致上也是不會 甚至啊 你看現在你用的電腦這麼高級 你會想要再回去用 早期Windows 3.1 甚至用DOS 6.22時代的電腦嗎 也不會嘛 所以遊戲就是這樣子 我們應該想的是 如何把科技呢 不斷的提升 這些東西還是要相輔相成 每一個都要不斷的進步哦 才會造成整個世界的科技 進步跟普及 那遊戲我覺得也是一樣 應該照著這樣子的發展 去發展的話 就會讓玩家呢 可以有更好的觀感 這次的更新當中啦 其實官方也有出來說 他們真的是不好意思 讓玩家呢 享受到一個不好的體驗 享受 這個詞好像用的怪怪的 後來他們就說啊 未來的D4更新方向呢 會朝著 讓五大職業會有多種 可行的流派可以發掘 組合 每一個賽季呢 都會推出新物品跟技能啦 保持他們的新鮮感 跟遊戲流派的多樣性 我覺得這塊真的是非常不錯 而且非常樂見 我自己呢 也算是蠻喜歡 《暗夜不快神室》這款遊戲 花了不少時間在玩 假如它的公平性 跟每個職業都可以更加成長 然後遊戲的豐富性呢 也可以不斷提升 有更多樣化的感覺 我相信啦 未來喔 可以投入更多時間的也是此日可待 那今天這個聊天的心得 就差不多到這邊 各位如果說有什麼不同的想法 也歡迎留言分享一下 也不要忘記追蹤我的IG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就這樣 下支影片見 掰